習近平時代是個什麼時代呢 是中國超越玫瑰的時代 是大陸解決台湾問題 實現中國徹底統一的時代 面對一個專斷獨行的中國 印太地區首當其衝 區域國家既不願在 領土主權問題上退讓 也不願意和它直接衝突 整個地區變成是一個火藥庫 可能但不必然爆炸 可是一旦爆炸則後果難測 在這個大國競爭的圖像中 台灣佔據極關鍵的位置 一旦台灣失守 將牽動印太地區的局勢 因此台灣的安全 不只是我們的利益 也是民主國家的利益 中四晚間十點記錄觀點 台海危機 一觸即發的火藥庫 就在公共電視